- 。 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個最近大家應該都還滿關心的話題 因為最近這個魔物獵人崛起 剛剛推出的這個4版 相信有很多老獵人新獵人 甚至還沒當獵人的獵人 應該都對這款遊戲有非常大的憧憬 甚至有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款遊戲到底是什麼樣的遊戲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直播 這麼多人在玩這麼多的話題 在圍繞著它 那其實這款遊戲呢 以目前為止我自己玩的這些試玩的狀況之下啦 其實真的覺得喔 它除了是一個好玩的遊戲以外 也稍微慢慢的破除我自己之前一直覺得 嗯...它是一個非常有難度的遊戲 那難度不能說沒有 因為就連一些很厲害的實況主 他們在玩遊戲玩魔物獵人的時候呢 都有可能會遇到貓車的狀況 所以呢不是沒有難度 而是說上手啦 基本上還沒有到那麼的難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次的魔物獵人崛起啦 有越來越多的設定喔 是比較新手 比較可以讓新手去接觸 讓新手來入門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次的魔物獵人崛起呢 如果說真的有喜歡的朋友啊 除了可以自己先去下載試玩版來玩玩看以外 其實在3月26號啦 之後我也會 有機會就會來直播跟大家稍微玩一下 因為這遊戲其實還蠻適合 跟大家一起連線 一起同遊的 那甚至呢 自己有自己的好朋友的話 也都蠻適合來玩的 今天之所以要來拍這支影片 就是因為啊 我相信應該有蠻多人會因為 魔物獵人呢 再度想要進入到 Switch這個坑裡面去 甚至呢有很多人啊 可能因為之前 Switch呢 被塵鋒起來了 也因為這次的3月26號 可能又要把他膽膽灰塵 再度拿出來呢 讓他震戰殺場 那所以呢 這次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說你是剛想要入手Switch 就只為了要玩魔物獵人的朋友啊 到底什麼方式呢 玩起來是最便宜的 最容易入手的一個價格 這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 那目前為止呢 我自己常在用的主機是這一台 這一台是我的Switch的初代版本 用它呢玩魔物獵人 哪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 而且我大部分都是 接著TV的模式在玩喔 可是呢 因為這個主機啊 以現在來講 就算二手也是會有一點 稍微高一點的價格 如何玩呢 可以玩到更便宜 今天我有準備了一個 這個應該也是 蠻多人關心到的話題 Switch Lite 那當然 它有一些優點 有一些缺點呢 我在這邊也想要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分享給一些 可能剛剛為了魔物獵人 想要進到Switch這個世界來的玩家們 首先呢 先來看一下 這一台是Switch Lite的主機 它的螢幕大小呢 是不會比我們一般的Switch呢 還要再來的小一點 那小一點呢 到底小到多小 玩起魔物獵人來的感覺 到底怎麼樣喔 其實我現在可以給大家看一些畫面 這是我剛才自己在玩的時候呢 所錄下來的畫面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設定 光線的部分呢 是預設值 我沒有做另外的調整 耳機呢 我全程都是帶著耳機在玩的 我是使用藍牙接收器喔 搭配藍牙耳機在玩 再測試它的感覺 那音量呢 我全部都是開到最大聲 不得不說 這次的魔物獵人崛起啊 這個音樂實在是非常好聽 尤其你搭配這種有重低音的 比較飽和一點的這個耳機喔 聽起來這感覺真的是非常不錯 再加上在砍那個刀的時候啊 有那種很震撼的感覺啊 真的都是非常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好了 這一台Switch Lite呢 多便宜可以買到 那有哪些優點 有哪些缺點 順便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個是剛才有講到了 就是它的價格大約在三千多塊到四千多塊左右 就可以入手到主機了 不過這個是二手的價格 我要再次強調 是二手的價格 可是二手是很考驗人品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二手在買啊 你第一個是有沒有保固 第二個呢是主機的狀況怎麼樣 那主機狀況怎麼樣呢 這個很難講 可以開機 可以進遊戲 這些我覺得都不是單純的重點而已 因為呢 它的其他的硬體狀況怎麼樣 例如說 讀取卡夾怎麼樣 記憶體的卡槽怎麼樣 然後呢 有沒有附上多少的裝備 螢幕上面有沒有刮傷 包括呢 這個Joycon 不是Joycon 它沒有Joycon 包括這按鍵呢 它到底有沒有靈活 會不會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秀斗 我覺得這是還蠻考驗人品的 但是啦 如果今天真的是 經濟非常結局 然後又非常想玩的 其實不妨可以多去試試幾台 因為其實現在蠻多Switch Lite 可能是因為前陣子的動聲吧 所以有很多人的釋出 當然這個價格 都可以得到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入手門檻 所以在買的時候 我是覺得要多注意 保固 然後整台主機的狀況 這個呢 就是建議 如果有一些比較知名的電玩店 他們也有在做一些服務的 也許價格可能高個幾百塊錢 那可以看主機的狀況 因為我相信 價格不同 主機的狀況也會不同 這一點是大家都可以去看的 那現場親自操作 或者有一些店家幫你做保固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當然如果說是找到玩家 自己在做交易的話 就多注意一下以上的事項 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這台主機 它是非常輕的 因為它是比原本的Switch 還要再更小一點 所以以它的重量來講呢 我覺得是蠻適合 蠻適合就是拿在手上玩的感覺 尤其有早期的那種PSP的感覺 因為相信有蠻多 玩魔物獵人的玩家啦 可能早期喔 PSP是你曾經 待過非常久的一個平台 因為我自己的同學 我自己的朋友呢 其實也有很多 也都是用PSP玩魔物獵人開始的 所以呢當時的魔物獵人啊 我相信應該是現在很多 老獵人的其中一段回憶 而且是非常珍貴的回憶 所以呢這個Switch Lite 它的輕巧喔 其實也會讓握起來的感覺 會更加好一點 那第三個優點呢 就是它的握感啦 我覺得是比 如果以掌機來比的話 是比這一台Switch 一般的版本喔 還要來更好一點 這一點不得不說 因為一般的Switch呢 雖然說它的Joy-Con 是可以拔下來 可以做交換的 如果萬一壞掉的話呢 你一樣可以換一部新的 接上去之後 你的Switch就再度復活 那甚至拿去維修 也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麻煩 可是呢 它這個在組裝的部分啊 我個人覺得喔 第一個是它的螢幕 真的是有一點 太寬太大了 然後再加上它的體積 本身在重一點點 就重量在重一點 體積大一點點 那再加上 它的這個Joy-Con 在裝上去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這個鬆緊 密閉程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Watch 我覺得那個紮實感的程度呢 是不會比Switch Lite還要更好 那這一點呢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來看看 就是在紮實度來講 我覺得在握Switch Lite這一台呢 它整體的紮實度 給我的感覺是更好一點的 尤其是因為掌機在玩啦 其實也不會離自己太遠 不可能會這樣子 離這麼遠玩吧 這個應該是 你的眼鏡可能要拿起來 這樣子才可以 所以一般來說 大家是不會這樣子玩 那 如果說你以這個距離來玩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的握桿跟大小 是算還蠻適合的 那講到這邊呢 先跟大家廣告一下 這個東西呢 是之後我會拍一支分享的影片啦 再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的 也可以到時候追蹤那支影片 然後另外就是 呃... 我的Discord呢 已經有開啟一個 多卡的Discord 在下方的字頂留言裡面呢 可以看得到 如果說有興趣的 可以加上我Discord 可以聊一些電環啦 或者是一些生活的話題 也都是OK的 那優點到這邊呢 已經全部講完了 再來就是有一個比較平一點 就是它的 電池的續航力 我自己在玩啦 剛才我大概玩了一個小時出頭 總共扣了大概30%左右 所以它大概是可以玩 3到4個小時之間 這個會依照你的設定 還有你有沒有聯網 或者是你裝耳機 或者是你用內建喇叭 在玩的都會有不同的續航力 因為我自己的這個藍牙耳機啦 有接嘛 所以我在想這個部分 應該也是會有一點點的差異啦 因為它會多一個藍牙的傳輸嘛 那這個部分也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再來最後呢 就是進入一點點小小缺點的地方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啦 其實在玩Switch的遊戲 我大部分都是使用TV模式 所以我大部分都會拿著Pro手把在玩 那Pro手把其實跟這樣子的握桿喔 比較起來的話 不管是Jerrycon 還是Switch Lite的按鍵 都會相對的比較小一點 所以以我這種手稍微大一點的人來講 握這種的 就會覺得說有時候好像按起來稍微的局處一點 但是我覺得局處呢 雖然說是一個小缺點 但因為它的輕巧 所以有時候好像這種缺點 就是兩個綁在一起 你要輕巧就可能會有一點比較小的感覺 那你會比較小 當然就會引起比較輕巧的這個優點 所以我覺得這兩點可能會有點稍微綁住 它是一個相對的感覺 那第二點呢 就是這種Switch Lite啦 其實會比較怕它的按鍵壞掉喔 因為呢 在一般的Switch主機之下 它的Jerrycon是可以拔起 可以更換的 但是Switch Lite萬一如果壞掉的話呢 就做維修一途了 因為它本身呢是 沒有辦法直接拔下來做更換的喔 所以這一點呢 也可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也有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案啦 就是 假設你今天在家裡面玩的時候 然後又不會 就是一直拿著動來動去的 其實你也是可以外接 不管是副場還是正場的手把喔 你可以把它擺在桌子上面 稍微把它架好 然後呢 一樣用奇亞手把來玩這個遊戲 這樣子呢 也是可行的 如果說你擺書桌上 電腦桌旁 都是可以玩喔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解決方式 第三個缺點呢 就是玩起來字會稍微小一點 那這個字呢 就沒有局限在魔獵人裡面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 在玩魔獵人啦 它的字體喔 大小都還算是OK 基本上你拿這樣子的距離 在玩的時候呢 看起來都還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顯 可是呢Switch有一些椅子的遊戲啦 其實它們的字體就會稍微的 比較小一點 那比較小一點的狀況呢 你又加上是掌機 再加上是比較小螢幕的掌機喔 玩起來 眼睛看起來就會稍微吃力一點 這些遊戲呢 不是沒有 那也不是說到很多 只不過呢 在Switch當中啦 你可能還是會遇到 未來如果說你是玩魔獵人以外的遊戲 也許就會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這個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再來最後一點呢 就是沒有辦法的 一個缺點 不管怎麼樣外接設備喔 這台主機Switch Lite呢 就是沒有辦法 像這台原本的Switch一樣 擁有一個TV模式 那我覺得這是它一個最大最知名的缺點 可是也因為有這個小小缺點啦 所以它才會有更便宜的價位 畢竟呢 他們兩個還是做一個 不同等級的分門別類喔 你今天如果真的是一個掌機派的啊 就可以選擇Switch Lite來入手 也不需要花更多額外的錢喔 去買這樣子 你可能不會用到TV模式 入手這台Switch更大台主機 那以目前為止呢 其實魔獵人要玩啦 我個人覺得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入手方式 大概台幣5千塊錢 就是遊戲加上主機喔 都有機會買到 甚至呢 在前一個主人 如果說它是保管 保養好一點的話 保護貼也會貼的 然後呢 可能還有一些按鍵的那個 貓爪套之類的 其實它都會付給你 甚至的一些保護殼之類的 也都會付給你 那以這種方式 5千多塊錢來玩啦 我個人覺得 會是比較簡單 比較好入手的 那如果是你要入手 新的Switch的話呢 它的價格 以目前現階段來講 大約是在9千上下 你就可以買到空機 那買到空機的部分 接著你就是買遊戲 大概就是1萬多塊錢 1萬1大概有找啦 你就可以玩到魔物獵人 那這個也可以給大家 稍微參考一下 不過價格的部分呢 因為是比較波動的 所以呢 這個就緊供參考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呢 喜歡魔物獵人 喜歡Switch遊戲的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 這樣啦 掰掰